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11月4號 星期六 自從我們向大家介紹三高代謝保之後 已經有許多觀眾分享了他們在面對糖尿病 手臂無力和鼻痘癌等症狀時的使用體驗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兩位用戶的反饋 首先是一位來自佛州70歲的凱莉女士 她患糖尿病已經超過10年 她說 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保 過去困擾她的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 她不僅考慮再次購買 還想為她患有痛風症的兒子也購買一些 還有一位臺灣南投縣的雅小姐告訴我們 她為患有失智症的母親購買了三高代謝保 令她驚喜的是 母親的症狀明顯得到了改善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和大家分享所有的反饋 您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的用戶見證 真心希望三高代謝保能成為您健康的好幫手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哈馬斯趁人民疏散發動襲擊 以色列誓言斬首新瓦爾 加沙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支持與以色列建立關係 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關閉中國業務 來看詳細內容 加沙戰事正在激烈的展開 4日 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加深了地面攻勢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說 以軍正在一個接著一個的瓦解哈馬斯營地 誓言將斬首哈馬斯領導人新瓦爾 在當天 以色列軍隊已經進入了市區 並且從南部和北部襲擊了加沙的恐怖組織目標 加蘭特表示 以色列已經目睹到哈馬斯沒有任何的底線 而我們將取得領先地位 我們將找到新瓦爾 並且消滅它 他鼓勵當地的居民反對哈馬斯的統治 並且提供新瓦爾的下落 如果加沙居民比我們先做到這一點 那麼戰爭就會縮短 在人道走廊開放之際 以色列國防軍指責哈馬斯恐怖組織 趁機襲擊為巴勒斯坦人撤離 而開闢的人道主義走廊的以色列部隊 在今天早些時候 以色列國防軍的阿拉伯與發言人 安德拉德中校指出 巴勒斯坦人在當天下午通過開放的公路 撤離到加沙南部 然而哈馬斯利用這一局勢 向正在開闢道路的以色列部隊 發射了迫擊炮和反坦克導彈 據瞭解 哈馬斯這樣做是為了阻止道路開放 供加沙的居民出行 攻擊並沒有造成以色列軍人傷亡 在拉法國境點開放一段時間以後 一名美國官員4日告訴CN表示 由於哈馬斯之前將他的商員運送出國的做法被拒絕 哈馬斯扬言將阻止外國人離開加沙 這個舉動持續的時間未定 在加沙城區域 以色列不斷地尋找到哈馬斯的隧道 並且積極地摧毀他們 軍方表示 軍隊時刻防範哈馬斯設置在民宅當中的大量陷阱炸藥 並且預防他們從隧道當中出現突如其來的進攻 在4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見了中東主要領導人 他重新強調 美國反對加沙在當前停火 因為現在停火將使哈馬斯能夠重新集結 並且再次襲擊以色列 布林肯表示 他與同僚都認為 這是阻止哈馬斯在衝突當中 開闢另一條戰線的重要舉措 同時 他稱讚其他中東國家 在防止戰爭局勢擴大上做出貢獻 他說 必須停止煽動行為和極端主義暴力 必須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來自烏克蘭方面的消息顯示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對以色列的訪問行程遭取消 一名烏克蘭外交官告訴以色列時報 澤林斯基曾有計劃將於下週訪問以色列 但由於以色列第12頻道的消息被提前洩漏 這項訪問現在不確定 這名外交官說 烏克蘭總統希望當他踏上以色列領土時 這次行程才公開 因此他非常失望 自2022年2月份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 以色列與烏克蘭沒有進行過互訪 但隨著莫斯科接待哈馬斯官員 並在聯合國提出針對以色列的決議 耶路撒冷可能會尋求向基輔靠攏 在今年9月份 澤林斯基和內塔尼亞胡在紐約舉行了熱情的會面 另一方面 德國副總理哈貝克 也表達了對以色列的強烈支持 4日 他在向綠黨成員發表的視訊講話中說 哈馬斯必須被摧毀 因為他正在破壞中東的和平進程 據德新社的報導 哈貝克補充說 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的襲擊 需要承擔必要的後果 報導指出 長期以來 德國一直是以色列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在同一天 美國軍方宣布 美國的第二個航空母艦打擊群正在抵達中東 目的是威懾中東其他地區的國家和組織 其中包括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等等 隨著加沙地面戰事的升級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已經通知了國會領導人 五角大樓暫時將不再鼓勵前往以色列 也不會為國會代表團提供交通和地面安全服務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警告說 在加沙戰爭期間 敘利亞的瓦格納分子與伊朗 都和哈馬斯進行頻繁的溝通 3日的消息顯示 敘利亞的瓦格納對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 轉讓俄羅斯鎧甲S1防空系統 這些物資都是由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批准提供 另一方面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西洋 也被發現正在與哈馬斯高層 頻繁的進行政治協調 在以色列發起對哈馬斯進攻的同時 中東主要的大國沙特和阿聯酋 計劃繼續和以色列保持關係 建立包括外交和經濟在內的合作 沙特和阿聯酋都是亞伯拉罕協議的核心參與者 這是前川普政府發起的外交方案 旨在促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 阿聯酋是2019年第一個簽署的國家 拜登政府在10月7日之前 與沙特進行了深入談判 美國新銳媒體公司奇浩報導說 如果以色列成功驅逐哈馬斯 兩個中東阿拉伯國家的立場 可能會對美國有幫助 歐美可以和他們一同在巴勒斯坦的領土上 鼓勵哈馬斯以外的政治領導層 恐怖組織哈馬斯在10月入侵以色列 並且殺害了1400多人 發起了嚴重的恐怖攻擊 美國和阿拉伯官員表示 沙特國防部長哈利德‧本薩勒曼 這週訪問了白宮 重申了沙特有興趣繼續推行亞伯拉罕協議的主張 白宮國安發言人克比表示 在沒有透露具體細節的情況下 兩國在結束討論時都相信 我們有一條回到正常化的道路 而且沙特也有興趣追求這個目標 阿聯酋的官員也表示 他們仍致力於亞伯拉罕協議 以及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阿聯酋高級官員努埃米說 合作協議是我們國家的未來 這不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 而是一個我們認為能夠改變中東地區的平臺 它讓每個人都將獲得安全穩定和繁榮 在加沙衝突變得激烈之際 美國正在介入調停 幫助防止更廣泛的中東戰爭 近日 也門胡塞組織宣布對以色列宣戰 發射的導彈經過沙特領土遭到攔截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海克爾 定期與包括阿拉伯王室在內的高級官員磋商 他認為 胡塞武裝的參與 會讓阿拉伯國家繼續靠攏以色列 原因是他們在發射武器導彈的時候 並沒有真正的區分沙特和以色列的目標 而沙特本身非常的容易受到攻擊 不僅是邊境的胡塞武裝 還有伊朗 同時 阿拉伯國家希望真主黨 也是伊朗最強大的地區盟友遭到削弱 海克爾表示 在公開場合 大多數的阿拉伯國家公開呼籲正式停火 但是在私下裡 許多中東官員告訴我 他們希望以色列能夠嚴重的削弱真主黨的能力 因為他們對中東地區的安全 構成了軍事和政治的雙重威脅 在中共當局越來越嚴格的政府審查下 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在4日宣布退出中國 並撤離在華的資本 根據公開的記錄顯示 這家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顧問集團 在1993年首次來到了中國 在北京 上海和深圳都設有辦事處 這家企業在中國提供企業顧問服務 幫助中國的公司重新設計構架 或者優化行銷 長期以來 由於中共對外國團體開展民意調查 有嚴格的規定 所以蓋洛普中國在他全球文明的民意調查領域 從未有所建樹 三名知情者告訴《金融時報》表示 從這週開始 蓋洛普正在籌備撤離中國 企業告訴客戶 公司搬離中國之後 一些項目會轉移到國外 其他的業務將會被取消 在消息發布之際 蓋洛普官方發布公開回應說 遺憾的是 蓋洛普已經決定關閉在中國的業務 至此 這家企業在北上廣深的辦事處全部被關閉 蓋洛普先前在廣州也設立的辦事處 早在2014年就已經關閉 蓋洛普拒絕回應撤離中國的原因 在前不久 中共國安機構聲稱 與外國公司共享數據 可能會危及國家安全 對諮詢行業展開監管 更有外國公司的高管在中國被捕 這也加劇了外企的緊張情緒 之前 中共國安還突襲搜查了貝恩策略顧問公司 禁職調查集團、美斯明智等美國企業 《金融時報》指出 中共將《間諜法》的管轄範圍 擴大到包括涉及國安利益的所有文件、資料、材料和文章 而蓋洛普也發現 自己成為了中共當局關注的目標 因為他的全球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出對中共不利的態度 在今年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聲稱 蓋洛普的民意調查成為遏制和孤立中共當局的工具 之前在3月份的一份公開調查顯示 對中共持好感的美國人比例已經下降到15% 創下歷史新低 蓋洛普退出之際 其他的跨國顧問公司也在減少中國活動 包括弗雷斯特研究 美國GLG格里集團 領航集團在內的企業 都在削減在中國的規模 以應對政策挑戰 11月4日NBC新聞報導表示 出於對烏克蘭軍隊人數下滑的擔憂 歐洲和美國官員建議烏克蘭考慮與俄國的和平談判 對此基辅方面表示 不會放棄對國家領土的保衛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在當天會見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之後 否認了歐美對他施加談判壓力的報導 他提到 和平談判不會發生 而歐洲和美國並沒有要求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所謂的和談 知情人士告訴NBC表示 美國目前的擔憂在於 俄國人口是烏克蘭的三倍 雖然美國及其盟國可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但是如果基辅的人手不足 那麼就沒有太多的好處 一名美國官員告訴NBC說 政府仍有大約50億美元的資金可以匯給烏克蘭 同時有關烏克蘭和談的私下對話 可能會持續到今年年底 隨後將會觀察更多的前線變化 目前烏克蘭的飛行員仍在進行F-16戰鬥機的訓練 可能到明年會將相關的實力用在戰場 美國國安委員會發言人沃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任何有關談判的決定都取決於烏克蘭 我們的重點是繼續堅定的支持烏克蘭 因為他們捍衛自由和獨立 反對俄羅斯的侵略 同時 馮德萊恩也發布了類似的聲明 宣布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是不會改變的 而澤連斯基在4日的發布會上表示 烏克蘭不可能坐下來向俄國做出讓步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11月4日 動物學家在非洲南部的海岸拍攝到了驚人的一幕 一大群的海豹蜂擁而至圍攻一條大白沙 並將它趕走 這個片段出現在BBC紀錄片《地球脈動3》的第一集當中 在長達3分鐘的錄像裡 羅伯格半島的南非海豹為了保護族群創造了奇蹟 由於這個地區的海豹數目增多 近年來 附近的水域吸引了數量空前的大白沙 有時可以多達十幾隻 然而作為獵物的海豹卻選擇了聚集起來反擊 影片中的空拍鏡頭顯示 一隻鯊魚繞過崎嶇的懸崖邊緣 將牠的目標海豹逼近岩石 把牠們逼到角落以便更容易捕捉 然而當一隻大白沙準備捕殺時 幾十隻的海豹聚集在鯊魚的後面對牠進行襲擊 並將牠趕回了大海 在這個過程中 有越來越多的海豹從四面八方趕來 接近鯊魚 並加入襲擊的行列 最終將這個巨大的捕食者趕走 BBC紀錄片的副製片人沃德表示 這樣的場面令人震驚 看到如此大型而且兇猛的捕食者 完全被獵物的攻擊淹沒 並游回更深的水域 既難以置信又令人驚訝 他表示 已經見識過許多次海豹種群的 這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他說這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偶爾你會遇到一隻不肯放棄獵物的鯊魚 我們會觀看並拍攝10到15分鐘 懸崖上總是會有一群海豹等待救援 但大多數的時候 一旦對鯊魚的圍攻開始 他們就不會含糊 鯊魚是伏擊獵人 更喜歡偷偷的靠近獵物 大多數的時候 海豹在鯊魚試圖捕食他們之前 就開始圍攻 這意味著鯊魚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機會 沃德說 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曾發現過海豹圍攻的行為 但與羅伯格半島的強度和持續性不同 直到最近 人們才注意到海豹反擊捕食者的行為 所以很難確切的知道 這群海豹的舉動持續了多久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還有